我爸說以後我幫你找到工作 他說是你工作 他說你回來以後可以賣春聯 當然我回來我父親不在 但我一直秉持著一個理念就是 每年都一定在我的FB上面 就是逃售春聯 就很多人一直想要面交 在這邊也跟大家講 不好意思 我不可能每一個都去 你說你一次買了30副 那我輕鬆 那沒有話講 你30副30個地方我怎麼去 我女兒就動著動就去我做一次 我可以跟女兒講說盡量用 畫得跟烏龜一樣 你不正在畫什麼 就把他拿來看 好看好 他就說好看 可是你覺得好看嗎 我女兒他們一直叫我教他 但是我打死都會教自己小朋友 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真的教過我大女兒子 我有開玩笑的 那我就叫我兒子他們要來聽 他們是這樣寫 有學生在我擦得也沒在氣死 龐白哥報報 嚴正國戀比20年 賣春聯不面交 女兒想拜師 她打死不叫 撲米欽 我一定要站著嗎 我們在寫書法的時候 我們是不能可以聊天 是可以的啊 也不是不可以 我看我們跟老師聊天也不影響 我們是跟周良跟周老師學的 然後老師在寫字的速度又快 老師的方式是非常厲害 就是上課不寫字 蛤你們老師上課不寫字 我說對啊 我聽兩個半小時的課 然後就改作業 不能不交功課 而且功課很特別多 一個人就是一天交十幾張 不過93年到現在 就每天寫 曾經主演電影 好小子的閻正國 被指控這個月一號 在彰化縣綁架一名失信男子 勒數200萬元 以前是最討厭讀書跟寫字 是後來因為就 沒辦法 就到了那個環境 那我就覺得 應該要學一樣東西回去 可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好像不認識字 所以我學書法是因為第一 我想識字 我發現其實 天下真的是無難事 你可能不能 不能像大家 你不能這麼輝煌 但我相信 你會得到你努力的成果 當然不見得說達標 就是說我設定100分 我一定得到100分 但最起碼你會知道 你一直在前進 我爸說 以後我幫你找到工作 我說什麼工作 他說 你回來以後可以賣春聯 當然我回來我父親不在 但我一直秉持著一個理念 就是 每年都一定在我的FB上面 就是逃售春聯 多人買也好 少人買也好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老爸講 我做了 就很多人一直想要面交 在這邊也跟大家講 不好意思 我不可能每一個都去 你說你一次買了30副 那我輕鬆 那沒有話講 你30副 30個地方 我怎麼去 我女兒她們一直叫我教她 但我打死都不叫自己小朋友 其實小朋友只是愛玩 叫你媽看你代學打力學 你學了什麼樣回來 我們再來溝通 最起碼你把她當老師專家 你去給別人教 她叫人家 或是叫老師 她叫我們叫爸爸 你不會寫 寫過很難跟爸爸講過 我才剛學耶怎麼樣 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真的教過我大兒子 我有開班授課 那我就叫我兒子 他們要來聽課 他們是這樣寫 有學生在 我擦了也沒在氣死 後來我女兒 就動不動就去我的桌子專 我可以用點毛筆喔 我說盡量用 畫得跟烏龜一樣 也不知道在畫什麼 看好看 你看好看吧 我說好看 只要你覺得好看就好看 沒有對錯 只有你覺得好不好 老師以前在講過 為什麼書法書法 因為書寫要使用方法 書法這個東西 寫得好叫寫書法 寫不好就叫寫字 那只要看得懂看就是寫字 我都跟我的小朋友講 你去學校 一定要找一個你喜歡的老師 你就學老師什麼 跟同學講話 你去看老師什麼 處理他事情的看法 你喜歡你就去學老師 做任何處事就好 我說你不要太大了 一根筋 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我說很好 現在學來不及了 希望他們能夠更為 人跟人之間的圓夢 內方外圓 我們是記得了 但受不太大了 三立語樂新聞 龍年行大運 報導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開心 天文明天就開心 心想實生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超級Bob invit他們 最適合 作詞